縣長徐蘇華在鎮長簡景賢、議員唐曉芬以及副新里長林建南、避風里長袁玉珍的陪同下 分別前往北投浦、重劃區實地會堪三條農路改善工程,並聽取地震出簡報 儲股總工程經費約續461萬,當地農民以及住戶也都反映 希望能夠加蓋路旁的排水溝渠以增加路面寬度 徐憲能表示,農地重劃區內的道路都以老舊且狹小 縣府會逐步改善,並會向農水署爭取統一加蓋、增加匯測空間 讓民眾進出更方便,在運農特產品時也能夠更加安全舒適 民眾的重劃農路,因為我們這個民眾當時非常高 包括到我們的學生,跟我們的培風家都在這床裡裡 我們的理長以及我們的唐曉辯議員,包括我們的公所這邊都非常關心 尤其我們很多傳統的這些中學過的農路都是數十年來反省過 所以鄉親也很期待 剛好到我們去年的時候,管政府這邊就了解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近年我們的儀選裡面,我們就優先來做到這些農路的改善 所以也希望我們很多農民在這裡出現更加安全 當時也有說到很多希望,傳統的農路都很小 所以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水稿是不是可以加蓋 或者是說能夠在一些轉彎處的地方,能夠有一些不同的施作 讓這個匯車能夠增加它的安全性 那我們也拜託馬文軍委員,在中央能夠來幫我們協調 請我們這個農水署這邊也能夠體恤我們地方農民的辛苦 那麼來讓我們地方政府,請我們來出 但是這個土地的部分還是要請他們中央來協助 我們也特別感謝我們所有唐議員,我們公所 有很多的我們這裡的立場代表大家非常用心 我們會趕快在今年把它施工完成 議員唐曉芬、草均鎮長、檢景賢都紛紛表示 感謝縣長及縣府團隊的協助 相信道路改善之後,一定會讓民眾出入通行更加安全方便 我們的北投埔,我們的重劃區裡面 包括我們的避風裡還有我們的復興裡 那一直到我們的石川裡、新峰裡 那這些包括了我們很多的一些農路 一個修散,還有我們鄉鎮道的一個修散 那因為長久以來,都將近快二、三十年的一個時間 都沒有把這些的農路鄉鎮道路做一個修散 以至於我們的農民出入 還有包括我們鄭鎮的一些出入都受到影響 這次很高興,我們縣長來到這邊做一個現場的會堪 立即來做一個修散 那我相信說在不久的將來,這些道路完成之後 不只對我們的農產品的運輸也好 還有對我們鄉鎮民的這些進出也好 都能夠獲得一個很大的改善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市縣長,真正很用心 在我們冰年,就這麼多的都會堪過這個 八大堡的農路鎮秀 真正是多年失修都幾十年了 當然我們地方的希望,地方希望說 既然可以拋出,而且還可以掩蓋 還是讓我們更好走 我相信對到農產、運輸、行的安全非常非常好 許縣長表示 此次會坑濃入排水以及道路改善工程 確實有事做的必要性以及公益性 民眾的小事就是縣服的大事 在縣服財政許可之下 一定全力發展各項鎮事、基礎建設 讓眾有完善安全的生活環境 記者下訊息,曹春正採訪報導